我有一隻小貓咪,從而也不親 嗨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們好久不見了 上一支影片呢,養貓花費的影片你們看了嗎? 如果還沒有看的朋友記得幫我到頻道裡面觀看喔 那因為我們上一次做的養貓花費的內容有提到 一石屁的貓咪,就是我們家小黑卡 那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石屁的貓咪的經驗分享喔 那今天的影片都會純屬於經驗分享 那如果有抽的地方或者是要補充的地方 那還請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趕快訂閱 我們這個頻道都是在講貓咪所有的事情 我時常會帶貓咪出去Camping啊 或者是我會介紹他們的大小事 所以如果你也喜歡這類的主題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那先跟大家說說黑卡的狀況 當時呢小黑卡一個月大的時候我們領養他 那大概在到家裡一週之後 他突然就不吃東西 其實他平常是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他平常其實是非常 對食物很執著很瘋狂的一隻貓咪 但是呢那時候呢就是他突然都不吃飯了 然後自己待在窗戶前面啊 然後就在那邊背對我們 然後就懶洋洋的樣子 那當時呢我們沒有想太多 只是想說啊可能我們給他吃太多了 因為我有發現他們很愛吃 所以我有加大他們的份量 那我們就是想說觀察看看 到了第二餐的時候呢 他就恢復正常了 就瘋狂的要討吃了 結果說不知一飯飯之後呢 他吃了幾口 馬上他就整個大吐特吐 就是連到胃還沒有到 就感覺整個東西下不去 就全部都吐 原封不動的全部吐出來了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感覺到不對 已經趕快就帶了他到動物醫院 那時候已經晚上八九點的時候 所以也只有Emergency的動物醫院可以看 那當時呢他其實還不到兩個月 但是是很小很小移植的 那到了醫院之後呢 醫生就趕快幫他做了X光 那真的就很清楚的看到 他的腸胃裡面有一個 一塊異物 因為那個我們當時那個是隔熱墊 他是有那種蜂巢形狀的 他就是把那個吃下去 因為他很好咬 然後咬斷之後一大塊到腸裡面過不去 他那時候太小隻 所以他的腸子是沒有辦法通過那個這麼大的異物 而且是沒有辦法消化的 所以就卡在了他的腸子裡面 那當時呢醫生就建議說 先觀察看看讓他掉點滴 然後促進一下他的腸胃蠕動之後 希望他可以自己從腸子裡面排出來 因為太小了就不想要貿然做手術 那當晚呢我們就回家了 那隻貓咪的小黑卡呢就在醫院住院 那到了隔天呢我們就接到醫生的電話 就是他說他們早上有幫他照X光 看他腸子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蠕動 那就是沒有蠕動還是停留在同樣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打算就是緊急的 幫他開刀做手術把那個異物拿出來 那好在呢因為他是小小貓 所以他恢復的速度非常的快 到了再隔一天之後 醫生就打電話告訴我們說 他可以接回家了 那接回家之後呢就是 完全沒有看出來他好像才剛動過大手術 還是怎麼樣 一到家就開始討吃的啊 然後就開始跟小狗弟那邊跑來跑去追來追去 就是感覺好像都沒發生任何事情 那在黑卡就醫之前呢 其實我們就有發現他會亂吃東西 但是當時我們的想法是覺得說 喔他可能就是很容易餓 然後我們給他的分量不夠 所以最後才會加大分量之後 然後才會誤以為他是吃太飽 然後在那邊休息 當時我們發現他會亂吃東西的時候 也是有在他的貓沙盆裡面 有發現他會把這些吃掉的衣服啊 把它排出來 所以我們就覺得喔他是可以排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太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那直到呢他這一次吃了那個 我們的隔熱細腳墊 比較大塊卡住腸子我們才知道 原來事情有這麼的嚴重 那後來呢他又發生過一次 當時呢他就是吃東西進去 馬上就全部都吐出來 那我們馬上就想到一定他又亂吃東西卡住了 我們就毫不猶豫馬上直接送急診 送急診之後一樣就是掉點滴照X光 可是這一次呢 照X光是沒有照出任何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醫生才說那就住院觀察一下 然後讓他掉點滴腸胃蠱動 然後觀察看看有沒有開始進食啊 跟你們喝水 過了一晚呢醫生就打電話來 然後就說喔他有幫他照了X光 又再照了一次 然後但是還是一樣都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但是他就是開始正常的進食還有喝水 甚至是已經排便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帶回家了 那我想看到這邊的貓友 應該會有疑問說 欸為什麼不把東西收好啊 那其實呢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我們沒有把他聯想為他是一石屁的貓咪 只想說欸衣服上怎麼會突然有破洞 或者是棉被有破洞 那我當時想到是可能衣服洗壞了 直到他吃了這個矽膠墊的四分之一 才眼睜睜的現場看到他 才發現原來他可能真的不只是愛亂吃而已 我們就趕快上網查了一些資料 才發現喔原來這個就叫做一石屁的貓咪 但是當時已經太晚了 因為他已經卡在他的腸子都出不來了 所以才會做了第一次的手術 那你一定會想說都已經發生第一次了 怎麼還讓他發生第二次呢 但是我們真的那當時真的是盡力做了 因為一回到家就發現喔矽膠這個東西不能留在我們家 所以我們一回到送完他醫院之後 一回到家把家裡所有的矽膠的東西全部都丟掉 那包括後來我們有發現他會去咬我們洗碗的那種菜瓜布海綿 他會去吃它 所以所有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把它收到櫃子裡面 那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說養到這種貓咪 你就是得把它東西都收好 不可以再照著之前以往的生活習慣 亂擺放任何的東西在桌子上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有一個難處就是 小黑卡他吃的東西是沒有辦法收的 比如說第一是衣服 衣服的話我們在這邊的曬衣服的習慣 是曬在室內的 就不像在台灣說會有一個陽台可以讓我們晾曬衣服 那這邊是沒有的 陽台是沒有辦法曬衣服 所以我們平常曬衣服呢就是在這個廚房的部分 但是呢這就是一個重點是 平常我們不會在這一層樓 不會在這個客廳廚房這一層樓 那他們小貓咪自己在這邊玩的時候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時時刻刻去注意到他在 可能會拉衣服啊或什麼的 那後來呢我們就做了一次調整 就是把我們的曬衣架調高 因為他那時候還很小隻 所以把它調高之後他碰不到 但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居然這麼的固執 就是他就是要吃那個衣服 於是他當時還很小的時候 他就是會利用跳 把那個衣服的褲腳把它拉下來啊 那再來呢我們就想到 OK Fine 那這一層樓不能曬 那我曬到車庫去可以吧 那我們下面就是一個車庫 那車庫呢是完全沒有暖氣的 那當時我們就先禮賽 車庫曬了幾天之後就發現 我們的衣服怎麼曬都曬不乾 因為車庫是很陰涼的地方 沒有照不到任何的太陽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暖氣 所以衣服還沒有乾 就已經都臭掉了 最後最後呢我們就是把它 塞到我們的書房 那平時呢我們平常都是在那邊辦公 所以他在咬的話馬上就會可以看到 那再來是如果我們在那個房間的時候 就是把那個房間給關起來 那他們就不能進去 那第二呢除了衣服之外呢他還吃什麼 就是他還吃棉被 吃床單的腳腳 床單不是會有那個伸縮袋嗎 他吃那個東西 然後呢他還吃抱枕 我們沙發上有抱枕四個腳腳 但是他很奇怪他有一個批號 就是抱枕的部分呢他真的是 只要吃過四個腳他就不會再去吃 不會想說把他整塊就吃完 他就是只吃那四個腳 再來是棉被 棉被我們是蓋在身上的時候 他去咬那個棉被 可能在我們睡覺的時候 或是任何我們沒看到的moment 就這些都是很難避免的 所以呢就是因為他會咬這些沒有辦法收的東西 從那之後呢我們就開始 只要我們出門在四個小時以內 我們就會把他關到這個籠子裡面 因為沒有辦法放任他一個人在家裡面亂吃東西 但我覺得很幸運的是他 還好他是很喜歡待在裡面 因為可能是我把他弄得比較舒適 他是喜歡待在裡面的 常常我們每次只要準備要出門的 穿上外套他就自己就 跑到這個籠子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還行這樣 然後呢再來是如果是我們出門超過四個小時以上呢 我們就會帶他出門 跟著我們一起出門 那車上也都會有貓砂盆 那目前為止呢 其實小黑卡的狀況是控制的還不錯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目前做的覺得蠻有效的方法 那第一呢就是養貓草 有意識片的毛病他們是有 像是很像有病的一樣會想要去咬東西 那其實他們只是咬咬咬之後 他就把它咬斷 咬斷之後他們就自然而然把它吞進去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我們就是要找到一個東西可以取代 他去吃這些布啊 吃矽膠的這個東西 那貓草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那我們就有去 當時去買了貓草回來自己種啊自己養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是種失敗蠻多次 只有吃 只有成功過一次還兩次而已 然後生命都還蠻短暫的 如果不會種的話也可以到店 就是寵物店裡面他們都有在賣 就是你剪掉之後澆水他可以繼續的長 所以可以到一到兩次 兩三次吧 那第二個方法呢就是給他耐咬骨頭 大部分都是給狗狗吃的 那貓咪其實也是可以吃 那我們就是曾經有去寵物店 然後就買了一隻 他其實反正他就是好像是牛鞭還是豬鞭 狗跟貓鞭一樣 狗是可以吃很大的東西 但是貓咪就是嘴巴小小的 所以還是得這種細細的東西 他們就可以咬超久 我們一買回來給他就是愛不釋手 目前來說這個是最有效的 就是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為他就是會把注意力全部都轉移在這個骨頭上面 所以他就會一直去咬他一直去啃他一直去玩他 所以這個方法還不錯 再來就是耐咬玩具 那這個玩具呢是在給他骨頭之前 我們給他用的一個方法 這個玩具我們家本來就有 是無意間的發現 欸他會去把他叼著 到就是我們家上下樓這樣到處跑 然後去踢去啃咬 然後咬了好幾次他都沒有破掉或壞掉 所以我就覺得欸好像還是算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那之後呢我們就發現欸 可是他大概咬了一兩個月之後 他壞掉了 被他每天這樣啃 被他每天這樣踢 他有就破洞 破洞之後裡面的棉花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趕快把這個玩具丟掉 因為他肯定會把這個棉花全部都吃到肚子裡面 那再來的方法就是剛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關龍 如果你要出門或怎麼樣的就是把他 或是你沒有真的沒有時間去顧他的話 沒有時間去看著他監視他的話 那就把他關到足夠大的空間的龍 就像有的人家裡可以買那種 像直立式的那種貓龍 那就很適合他了 短暫的時間關龍我是覺得應該還不錯的 那最後最後就是東西收好 無法避免的東西就是把他丟掉 就是真的不要怕浪費 因為其實真的你說你怕這個東西好好的 然後丟掉或怎麼樣你就會浪費 那你也可以選擇去送給別人或是走內掉嘛 那因為如果說你真的keep住這個東西 就是捨不得把他丟掉的話 那莫咪的醫療會跟康復者費用 跟他可能真的會就因為這樣子發生什麼事情 那真的是等不嘗試 所以真的不要怕浪費就是把他丟掉 不要抱著任何僥倖的心態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們在小黑卡身上這個 衣食屁貓咪的整個過程 還有我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miss掉的點 或者是你們想要補充的 或是我講錯了 那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 記得幫我按like還有訂閱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你身邊有衣食屁貓咪的主人的話 趕快把這支影片share給他看一下喔 那今天就這樣啦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